今天我们准备给大家做一个 1,2的拆机视频 这是一个自由做面 现在进入看一下系统的版本 现在关机准备拆吧 先卸一下后盖 让我们看一下电池 好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米2的一个背面 米2一共是10个螺丝 123456789 一共是10个螺丝 好现在我们卸下 边框的4个螺丝 好的 现在我们卸下当中的试图模式 好 再卸下定池底部的两个螺丝 在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边框的4个螺丝和当中的4个螺丝 是不通用的啊 螺丝一共是三种 一共是10颗 好 现在我们卸下 后壳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后壳的底部 好的 好的 大家再看一下纸板 看一下米2的纸板 好 现在我们是取下 开机音量键 开机键的 橡皮垫 清新橡皮垫 接口橡皮圈 现在吸引的是后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 打开 LCD字幕打口分离 TP字幕打口分离 好 现在给我们成形的命运的是 米2的主板 送货器 橡皮圈 尾插橡皮圈 以及 这个是距离感应器和光临感应器的橡皮圈 好的 接下行之摄像头 好的 现在我们看一下 举板的一些构造 这个最大的 就不用质疑了 这个就是CPU 和两G的运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闪迪的 16G的程序 程序器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是WiFi 蓝牙和收音机的一个多么芯片 好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是电源IC 这个芯片 这是鸡蛋 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小的芯片 这个是次电源IC 主要是控制充电用的 这个米2和苹果5使用的是同一款芯片 大家再看这个芯片 这个芯片是信号放大器 这个芯片是射片模块 再看一下这个小的芯片 这个芯片是主要是控制OTC功能的 大家看一下 这就能吃 可以看一下 好 现在米2的采解已经完毕了 好现在米2的采解已经完毕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